我們延續剛剛的話題啊 才講到說HONDA他2025年 要有10款電動機車 你一定要有提到電動自行車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跨領域合作 對 他是跟這個無印良品 你可以看他這個 無印良品就是乾乾的 乾乾淨淨 素素 然後都以白色為主對不對 這台車也是啊 就是黑色跟白色 然後極簡風 剛才SINGLE講到這個HONDA 他在鴨子滑水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喔 他的研發的大本營是在中國 叫做這個舞陽本田 而且呢 不只他發表這一款聯名車款 忠銀老公也買一台 對不對 那個他最近做出來的啊 這種風格的這種一系列 好幾台 不是只有這一台 每一台都好可愛 好漂亮 然後你說像日本的那種街道 馬上就能夠融入 這個外型 甚至是來到台北 他也可以跟台北的街頭 立刻融入進去 不管你是文青 小織女 然後呢 這個車厲害就是說 那一道我問你 你也想要買 你買來你要幹嘛用 我跟你講他能夠塞在我的MPVR 或是SUV裡面 我去哪裡玩的時候 就像SINGLE今天 他腿力比較夠可以踩 可是我是有電動輔助你知道嗎 萬一沒電還可以騎回來 而且電腐車真的女生對愛 SINGLE哥剛剛有說 對啊 沒錯 你說叫我一口氣 騎那個河濱步道 騎到關渡我騎不到 可是我有電腐我可以 怎麼樣 對 還可以就真的可以去又回來 然後我覺得他未來就是在休閒這一塊 用處很大 還有另外一塊就是說 他對於這種所謂的都會型的發展 你把它想像是共產車的話 也可以 那個真的做起來就太棒了 那除了他之外 而有一個很可愛的版本 對 宏嘉誠跟我們GoGo Road 都有跟那個知名的飲料店做合作 那宏嘉誠的話就是跟我們的米克夏 然後GoGo Road的話就是跟我們可不可 對 那個可不可藍跟那個